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读研 一起来听 所谓门砍 能力够了就是门 能力不够就是砍 人生的勾勾砍砍 多半是能力不足所致 人生的路就像新电图 没有蜿蜒曲折 可不是什么好事 飘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只要你按时到达目的地 很少有人在乎你 开的是奔驰还是拖拉机 有些动物主要是皮之前 譬如狐狸 有些动物主要是肉之前 譬如牛 有些动物主要是骨头之前 譬如人 信任就像一张纸 皱了 即使抚平 也恢复不了原样了 永远不要去欺骗别人 因为你能骗到的 都是相信你的人 你若成功了 吃青菜那叫养生 你若失败了 吃青菜则叫寒酸 假话如同台词 常常是被熟了在说 真话如同咳嗽 多数是在压抑不住的时候 吞涌而出 人不会苦一辈子 但总会苦一阵子 许多人为了逃避苦一阵子 却苦了一辈子 生活就像新闻联播 不是换台就能逃避得了的 好脾气都是磨出来的 坏毛病都是灌出来的 是非都是闲出来的 会离开的都是废品 能抢走的都是拉紧 当代自大美德 信息秒回 约静守时 按时还钱 不管闲事 喜欢在你背后说三道四 捏造故事的人 无非就三个原因 没达到你的层次 你有的东西 它没有 模仿你的生活方式未随 世界是你的 也是我的 但归根结底属于那些身体好的 活得久的 不知道是越来越独立 还是越来越心虚 走了这么久 发现唯一靠得住的 还是自己 幸福是个比较急 要有东西垫底才感觉得到 知道看人背后的是君子 知道背后看人的是小人 你的好对别人来说 就像一颗糖 吃了就没了 反之 你的坏 对别人来说 就像一个疤痕 留下了就永久在 这就是人性 闯红灯的一般有两种后果 要么比别人快一分钟 要么比别人快一辈子 我们常常觉得不快乐 是因为追求的不是幸福 而是比别人幸福 等忙完这一阵 就可以接着忙下一阵了 借口腾不出时间去健身的人 迟早会腾出时间去看病 小时候以为早睡早起身体好 是一句口号 长大 长大后才发现 那是三个愿望 不管算命先生说你五行缺什么 到了一定年纪 就会发现最缺的还是钱 千万别把自己的软弱展现给别人看 千万别把自己的狼狈 诉说给别人听 因为根本没有人会感同身手 只会觉得你很没用 发动一分钟 便失去六十秒的幸福 我每次说要减肥 只是想下下身上的肥肉而已 不要总拿自己跟别人比 你羡慕别人瘦 别人还羡慕你肠胃好 你羡慕别人有钱 别人还羡慕 没人找你借钱 牛逼的人不是不会哭 不是不会害怕 而是在哭着害怕着的时候 还在往前走 不是不会遇到黑暗 而是在黑暗里 坐一束光 微笑不用成本 但能创造财富 赞美不用花钱 但能产生力量 分享不用费用 但能倍增快乐 所以你分享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